多好啊 要没有这个机会 哪能站在郭老师捧跟的这个位置上 您这是把于谦老师给运弄走了 现场来了不少朋友 高鹏满座圣有如云 今天是个好日子 对 欢迎丽临电视剧 大军师司马仪之军事联盟 风云际会发布会 欢迎你们 欢迎大家 听这个名啊 这个电视剧就错不了 对 大军师司马仪之军事联盟 一般小一点的电视 这个字幕排不排 这个 史上最长的一个电视剧的名字 可能就是这个戏了 我们哥俩其实很少有机会能凑在一起 对 我们是师兄弟 我管的叫师哥 自己人 这个 因为我们这行 其实说句实在话 要从相声来讲 都是老先生幼儿识学 但到我们年轻这一辈呢 还爱看书 四大名著您都看过吧 我基本看过 最喜欢哪一个 您指的是书吗 当然是郭德纲相上选了 太对了 没有花钱的不是 对 问一个问题吧 您说 因为今天咱都说到了大军师司马仪 肯定就离不开三国 对 在这个三国里边 您最喜欢的人物是谁 小乔 我是貂蝉 那我就是吕布了 那你把大乔也给我吧 在曹家如果选一个 你喜欢谁啊 曹操 为什么呢 一个伟大的人物 居士家 您呢 您在司马仪家里面选一个呢 我最喜欢就是司马仪 因为我还真是研究过这个 我跟秀伯兄谈了好几次 他说让我在这戏里会扮演一个角色 等着今天才没找我 司马仪在历史上来说 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这个人呢 狼固之相 什么叫狼固啊 他站着往前走 你后不去喊呢 司马仪 他站住了回头 身子不动 脑子能整个180度 这是历史记载 人工智能的 那倒不是 中国历史上有四个人 有王莽 有秦始皇 有司马仪 有袁世凯 据说这二人有帝王之相 有帝王之相 现场你们可以试一试啊 就现在坐着别动 莽回头 你们看看有没有 镜头你转过去 对 有好几个落枕的了 不管怎么说 也到了该给司马仪 写一个戏的时候了 对 这个 秀波兄 这大财啊 嗯 这个 今天能够这么一个日子 大伙聚在一起 其实是我们来见证 一个神奇的时刻到来 对 今天来了好多朋友 我们今天呢 要先依次介绍一下 道场的各位嘉宾 嗯 人很多 您说一个 我说一个 好嘞 首先是阿里巴巴 文化娱乐集团 大优酷事业群总裁 杨伟东 欢迎伟东兄 BMG印 暨传媒董事长 吴冰 孟江威影视总裁 徐家轩 不二文化总经理张坚 爱美神影视总裁 穆小光 多美术语总裁 杜献潮 心力文化副总裁 高金喜 首映时代总经理韩伟 邮主网络副总裁 及高级制作人 王鹏飞 嗯 这都是有身份的人啊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一下 今天的主创团队 我们的导演张永新 编剧长江 是个女的呀 讲理不讲理了啊 好 到场演员有 吴秀波 刘涛 李晨 余和伟 翟天麟 张芷夕 王晋松 张鹤 来袭 王冬 王冬 因为前边热闹 到司马仪这儿 祥存号三分归一桶 等于他把三分归尽 人家给收了 这个活的时候 以身荣耀 到最后一个人 凭他的能力 服侍着曹家四辈 保证了自己的安全 文韬武略 这是个大人物 了不起的司马仪啊 所以这是一个大制作 大制作一定会受到 特别的对待 听说咱们这个戏是 我刚刚才看见 优酷好大的字 在那里里着 对 这是花了钱的表现吗 伟东 来吧 我们请阿里巴巴 文化娱乐集团 大优酷事业群总裁 杨伟东先生 至此 来 你们能站远点吗 不可以 那花筒是公家的 给他换个有垫的 这么大生存 出门不带花筒 你用我的 特别高兴 总算盼到这一天 我记得我在 应该是在一年前 有一天晚上 来告诉我 军事联盟这个项目 有没有兴趣 然后应该是在 一年多之前了 然后我说行 我听了大概的一些想法之后 我说行 我拿下 独家我们拿下 然后中间有 有很多很多的故事 有很多的不容易 我觉得今天就是包括修波 佳萱 很多人在应该见证了这个项目 从这个有一个想法到过程到最后 今天能够总算确定了播出的时间 就是要这个孩子要面对这个衣食父母 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非常不容易 然后我自己从内心里来讲 我觉得这部剧已经越来越证实到当时我的眼光 还是可以的 这个确实是一部大剧 非常好的一部剧 从制作的水准 包括对于这个作品的专注 投入 包括今天 今天这么多的专业的优秀的演员和主创 包括这么专业的主持人今天 都证明这部剧是一部大剧 这句话说得好 然后我自己想说 这样一部大剧 真的掀开了一个新的一个 我自己觉得再过一段时间 我们再看今天 也许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刻 因为这个时刻代表着真正的超级剧集的大剧 互联网会员先看的时代到来 这句话我不做过多的解释 我相信行业和媒体都会明白这句话什么意思 我也觉得这个时代意味着 电视台和互联网的新的良性的互动的时代 也掀开了一个新的篇章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我们看到江苏卫视和安卫视 会跟我们一起来同步播出 我们也非常欣赏这两个卫视对于这部剧的眼光 以及跟我们一起 跟优酷一起来播出这部剧的决心 然后最后我想表一个态 就是因为我们团队为了这个项目 已经准备了大概几个月了 所以阿里巴巴会拿出我们包括优酷 UC 阿里文学 包括淘宝 天猫 所有的阿里旗下的资源来推这部剧 我们甚至拿出了一个亿的红包 来看说谁来看这部剧 我们会发红包 拿出多少个红包 一个亿 人民币一个亿 一个亿 再来一人五千就行 那行 你估计可以分到五毛 才分五毛 所以这是真正我们拿出阿里的整体资源 来推广这部剧的这个大剧的一个真正的大运营的开始 今天下半年我们接的这个剧还有很多的大剧 我刚刚跟团队说 优酷的这个超级剧集的大剧时代 从军事联盟开始掀开一个重要的篇章 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 大哥你猜猜 他一个剧发红包就发一亿 还了得吗 他得投资多少钱 那是得投资五毛 他刚才说给咱俩红包五毛 应该说这是做剧最好的年代 因为有足够充足的预算 把你的所有最精美的设计全部都展现出来 这个也就是吴秀波做这个还行 这么大的题材 这么大的能量不是每个人都能做 我觉得要是没有刘涛也够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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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祝他们百年好喝吧 好的 来吧 我们接下来要请我们的DMJ印记传媒董事长吴冰至此 每次呢和媒体朋友们见面呢其实都是我最开心的时刻 我总说一句话就是因为又有好的消息呢和大家分享 今天呢也不例外因为我们这个剧呢真的是经历了三百三十三天在横店 我们的主创 我们的主创 朱博导演啊太不容易了 他们经历了春夏秋冬 真的是 所以今天呢终于和大家见面了 这里呢特别特别开心 今天其实我想跟大家分享两个词 一个是英雄 一个是温暖 那英雄呢其实在我小的时候我就很喜欢英雄 然后我就特别喜欢像三国这样的题材 那我骨子里呢我就特别像喜欢那种直男范儿的男人 智慧 勇敢 坚持 特巧 所以在我成长的时候我就离不开这种英雄主义的情怀 那所以我做的电影呢都跟英雄有关系 比如像钢铁侠三 比如像极速之巅 比如像我们即将上映像凯美龙指导的 史瓦辛格主演的 《终结者2》的3D版 全是英雄 英雄主义 那我的骨子里真的是 我特别的喜欢英雄 因为又喜欢他们那种坚持 但是我还是个女人 我也有温暖的一面哦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距离 我特别体会到了大家 不管是台前幕后 所有的工作人员就跟一个大家庭一样 包括我们在座的所有 包括今天在场来场的所有的同事 真的是一个大家庭 因为这种温暖爱的传递 一定会让我们这个剧收视长红 谢谢大家 谢谢吴总 谢谢吴总 谢谢 谢谢 慢一点 吴总的鞋跟够高的 这个司马仪这个活啊 实在是不好演 雄才大略 他既能让曹操踩着我肩膀上麻 他也能让诸葛亮唯一的两次失败 就拜他手里 也能在同着天子 在金殿上打滚 耍赖也行 也能安排人把自己的亲生骨肉杀了 他是一个特别难以把握的这么一个人物 内心那个隐忍的深度特别大 他这一辈子 好多事连亲儿子都瞒着 是不是 对对对 这太细致的东西 你看戏就得了啊 那么这个人物谁演得好呢 我想了想啊 应该也就是吴修波能演的 这事是您定的 那么在拍这戏之前 倒是在我那吃过一会饭 然后让我等好消息 就等到今天了 接下来我们有请总制片人吴修波 和总导演张永新一起登台 这个三国的故事 其实大伙也都了解 最了解就是未属 但是从这个角度切入来拍司马懿 这当初二位是谁的主意 这是吴老师的主意 在13年的时候 我跟徐波老师在拍一个电视剧 叫《马向阳下乡记》 徐波老师演我们那个戏的南一号 快杀青的时候 徐波老师跟我讲说 你对司马懿有兴趣吗 我就问徐波老师我说 是那个英式狼固的司马懿吗 徐波老师是 这就是跟这个戏的结缘 那是在13年的9月份 其实这部戏的名字 现在虽然叫 《大军师司马懿之军事联盟》 其实我们最早定的名字 就叫做军事联盟 这个刚才呢 其实我每经历一段时间啊 我就是这个戏的过程当中 我都会着急 我刚才最着急的是 我不知道这版片花谁剪的 我准备回去跟他谈谈 这个因为我不知道 我没看过这版片花啊 因为这应该不是我订的片花 因为我觉得 把其他所谓演员的篇幅 订得太小 这个其实这部戏呢 我们讲述的不是司马懿的故事 讲述的整个是 三国那个群星璀璨的时代 这个群英聚会的故事 里面包括了所有 曹操 曹丕 杨修 寻玉等等等等 甚至于春晓 太岁 张春华 以及郭兆 郭女王 等等等等这些人的故事 其实讲述的是在一个纷乱年代 所有人的故事 导演别在意 这个片花啊是我剪的 我是在地上捡起来给他的 这个我觉得不光是这个片花剪 这写这个剧本 写这个串联词的也有问题 让我们问说拍戏过程当中 你们两位有没有什么矛盾 我怀疑写词的人 跟你们两位是有点矛盾 写词就是剪片的那人 有什么矛盾和让人感动的地方 有什么转换的细节吗 一定会有的 我觉得矛盾可能是关于戏的矛盾 这个我跟旧包哥 我们俩都属于那种晚上不睡觉型的 经常会因为一场戏 或者是一个情节 一个桥段 商量来商量去 而且这个我应该向哥哥检讨 我们经常 因为我俩都属于比较纠结型的 经常是晚上达成共识了 第二天我们在现场又改了 然后我们再折腾回去 我记得有这样的重场戏比较多的 不下十几场 反复最多的是两天拍了一个0.7 但是我们把它拍成了1.5 对吧 所以就是说在这戏里 管我叫总制片人真的不敢当 其实我觉得我是个挑事的人 这个我把事挑起来了 其实靠了很多的朋友 来完成了这件事 包括佳萱 张坚 伟东 吴总 包括所有在座的 以及我们主创 更加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这个我多捞了两句 这个其实很多演员 在我这里拍摄的周期 几乎达到了三部戏的拍摄周期 在这里我向所有跟我一同 咱们一起奋战333天的 所有的这些兄弟姐妹们 这个是以最崇高的敬意 特别感 然后这个包括李晨 我跟他说 我说我拍这么一个戏 他其实是停了自己的戏来的 然后刘涛在这部戏里 为了把我这个戏拍完 中间要完成他其他的两个合同 他其实是不停地要往我这组里跑 然后何伟特别特别感恩 这个其实当时我都不以为能请来你 因为我知道你演过刘备 不知道你肯不肯演曹操 现在确实是让我非常的惊叹 你出演的角色 天琳 晋松 其实张鹤等等等等 这些我们虽然年近相仿 但无论你们从艺和做人 都是我的老师 特别特别特别感恩 感恩 谢谢 秀博老师说得好 那 严寒酷暑333天 说跨越了四季 整个剧组里面有什么故事可以分享吗 导演 这是很大的挑战 对这些人 对 这个戏的挑战特别大 就像刚才德纲老师说的 司马懿一个人伺候了曹家四代人 四辈 我们要拍最年轻的司马懿 和曹操的故事 也是我们这个戏 就是开篇讲的最重要的 那个华彩的约段 曹操咱们都知道 是历史上大政治家 大军事家 司马懿在他的面前 只剩下英诗狼固了 这个过程我们拍得很尽心 我也希望将来观众看的时候 会觉得很有趣 很好玩 包括和曹丕 和曹瑞 和曹芳 四代曹家的故事 然后司马家的再起来 包括还有我们在涉及到 刚才秀伯格老师说 就是春晓太岁 就是张春华 这条线是我们这个剧中的 一条很主要的线 就是司马懿的夫妻线 占我们这个戏里 一个相当的篇幅 我们也想拿出 这样一个笔墨来 可能在别的戏里 很少看到 有讲到司马家族的故事的 可能在我们这个戏中 会有一个相当的比重 我觉得我们用心去做了 希望观众看的时候 会觉得是一个好故事 那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幸福吧 对对对 因为我们这个戏呢 其实尽了我们的能力 向所有角色表达了我们的尊重 每一个角色呢 我们都确保他有始有终 曹丕 阳修 寻遇 哪怕其中的崔眼 以及等等等等 哪怕是家里的一个佣人 我们都让他有始有终 在我们这个戏里 分不出君王 将帅和平民百姓 分不出来 因为每个角色你们都可能看到他 最结尾的那场 我们用尽我们 所有主创的态度 向他表达尊重 值得期待的一部大戏 六月在优酷市的 独家播出 大伙都记住了 好 我们谢谢永新导演 谢谢导演 谢谢导演 秀波兄刘布 对 因为要把介绍我们演员的这个重任 交给秀波老师 您得跟大伙介绍一下 我们的曹家班和司马家班了 好嘞 我们一次来吧 好吧 我们就往上请 好 这样咱们就不分这个 咱们生活中的这个 这个明星的主次了 我们按照这个戏里的备份 我们请吧 好 这个好 那这个按照备份请 第一个肯定得先请曹操 来 何伟 来 有请于何伟老师 你看这个戏里 我竟给他跪着了 你看现实生活中 不知道他给谁跪成这 这是碰着坏人了 这就是咋了这 裤子都撕破了 来来来来 来 挨着点 来来来来 继续一起请上来 都上来一块 上来吧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请出曹操的这个儿子 曹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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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皮的扮演者 李晨 您继续请 好 然后我们就 我就按着顺序了 挨着来吧 对 来 杨修 谋士杨修 翟天林 大才子杨修 大才子杨修 汉陈寻玉 好 寻玉 王晋松老师 王晋松老师 请松老师请 一看就有文化 对 文若晋 有请 有请 珍福的扮演者张芷希 好 欢迎张芷希 来 洛神 洛神 来 终于来女演员了 我都快睡着了 站台上 全是男的 来 这个曹植的扮演者 张鹤 这是曹家成员 对对对 有请三国前妻 第一谋士国家的扮演者 张磊 欢迎 郭佳 郭佳的扮演者 对 郭佳的扮演者 郭凤孝 好 接下来剩下的呢 应该都算是我们家的了 咱们先把他们家的搞定吧 好不好 要不抬 他们家都在这了 对 他们家都跟这了 这个 是一块拉出去 不是 把这男的都拉出去 女的留下 您跟他们都熟吗 东哥 我不熟 您来 我就跟李晨熟 那就从他开始吧 河北熊演的是曹子 别别他 挨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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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啊 曹子熊才大略 我 对啊 所以您 刚一听说您演这活儿 脑子里转了好几个个 因为个是个样的槽子 对 每人心中槽子样不一样 我想了想 这个槽子也挺有味道的 觉得在这个创作过程当中难吗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首先非常感谢秀波 好像是16年年初 当时跟我打招呼 说叫我过来演这槽子 我心想我演过刘备 我演槽子行吗 秀波真的非常非常诚恳 然后去从剧本到最后整个人物分析 跟我沟通 我觉得直到今天啊 这个结果 真的我觉得非常非常 这次的出演槽子 首先非常感谢秀波 那个然后我觉得就是 剩下就是创作的事了 我觉得在创作过程当中 秀波也给了我莫大的鼓励 经常说 喝这个槽子 以前谁让你演刘备的 现场 所以特别开心 也特别幸运 听说您在剧中 有一段短歌行特别精彩是吗 短歌行 现场来都来了 我们尝尝吧 尝尝啊 贺维老师 鼓掌 那个短歌行在现场是唱出来的 好啊 那我就唱了 来吧 还等什么 那我脚下掉啊 好谢谢啊 唱的不错 尤其刚才这 发音还没唱 没唱呢 没唱呢 明明明如月 明明如月 何时可多 又从中来 不可短缺 虽然说没听懂 但是我支持你 唱的有昆曲的味道 而且他有那个苍凉的那个自己的劲在里面 他可能是裤子冷 在戏里面他有对这个短歌行特别好的展示 嗯 这得期待一下 期待一下 好 这个尘 对 尘是资深演员了 对 这个老艺术家了 我都是看着他的戏长大的 对 来到这么一个精益求精的剧组 你有什么感受 嗯 我怎么突然觉得接不上了 哈哈 那个 这次我也是跟那个何伟哥有同样的感受 为什么 因为其实 当接到播歌电话的时候是很很开心和激动的 为什么 因为其实做演员都想和很好的自己心目里很认定的那个人去合作 那其实我们认识也很久了 但是一直没有机会说找到一个合适的这么一个一个平台 一个空间去去合作 那当我接到播歌电话说 陈你干嘛呢 我说啊 我说那个不是刚准备筹备呢 拍戏呢 哎 我这有个项目特别好 就跟我说了 整个咱们这个军事联盟的这个事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 我觉得不能再错过这个机会了 于是我就停掉了自己手里的项目 我说来 对 我说我一定来 这个我多插两句啊 因为这个我跟陈最早认识是在一次活动上 然后陈跟我说说 秀波哥 那个 我觉得咱们演戏应该挺合得来的 我们想一起 如果以后你有机会说咱们一起能合作一个戏 你叫我我一定来 然后我第二次见陈呢 是在离婚律师 他来帮助串戏 但不是我叫的 然后是杨文君叫的 我就跟陈说 我说陈这次不能算是我叫那次 然后这次呢 因为我们必须实话实说啊 像陈这样的演员 他自己完完全全可以独立演一个大戏的男一号 那么我做这个戏呢 再怎么军事联盟 他也是讲司马懿的故事 所以我说陈我想请你来给我演操批 然后陈电话里接的电话 第一句说 说秀波哥 我记得我第一次见你说的什么 说你等我三天 然后这三天我稍微有点忐忑 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然后三天以后 陈跟我说 说秀波哥我可以能来了 说因为我把我的剧组给停了 停了自己的戏 对对对 所以就是说我以为我找对了人 就是说在现在的这个世道里 还有如此有像这种古风气节的人 确实很少 但是真的非常非常感恩 真好真好 让人感动 不是不是 这就是那句老话 交朋友 哥俩好得换了一边大 我对你好 你对我好 这叫朋友 对 我真是发自内心的想跟波哥合作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在整个剧组的这个合作过程当中 我觉得所有的每一个演员 其实都特给力 就每个人 大家在这个合作过程当中 不仅是演戏 更多的还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 去发现彼此 然后呢 也建立了很多新的这种友谊吧 我觉得可能未来 可能会在更多的环节当中 去再有更新的合作 谢谢 谢谢陈 说得特别好 谢谢 天灵演的是 哪个角色 杨修啊 杨修 杨修是魏国的主部 这个 听说拍戏的时候受伤了是吗 对 那个发生点意外 当时骑马要传达军令的时候 那个我的马被旁边的那条并排骑的马 踢了一脚 那马把我翻下来了 那马还好吗 不是 不是 就是 就是马没有受伤 马没事 那就好 要不还得赔剧组前 天灵其实有机会摔下来两次 这个被我劝过一次 因为第一次他跟我一块演同一场戏 就有一个骑着马跑出去的角色 然后他上去就要骑 我看他上马的姿势 我说天灵你不会骑吧 他说不会啊 哥 没骑过 我说那你就骑 他说这不是该我骑吗 我说你快给我下来 该我骑 对下来 然后换了这个替身五指去骑 第二次我没在现场 他替身五指也都在 然后他非要上去 结果上去一下就摔下来了 摔得很重其实 那天后来就波哥给我放假了 波哥当时还不在组里 然后呢 就让我回去休息了 给了我时间休息 然后我记得他当时跟我说了一个 就说了几个 他的语气这么说的 哇塞 哇塞 天灵 天灵 心疼死我了 心疼死我了 你赶紧回去 给我休息好了再回来 心疼死我了 说的是你马 对 心疼死我了 天灵 这真的是特别好的 这个 老实孩子 特别乖 现在没事了吧 那个就是手落下了一个伤 这个伤是治不好的 没事买块表就行 对其实我们后期演戏啊 也确实因为 他们三个人的戏比较少 这三个人啊 确实在开始演的时候 我们都没当事 你知道吧 因为就觉得 哎呀还是拍一个戏嘛 一开始没想太多 结果没想到这三个人开始 演得让我们觉得 都太有压力了 对 因为我也确实 我真的是觉得 他们在这期演得太好了 所以给我们压力特别大啊 也没想到 那个非常感谢 我们的这个总制作人 把这个 主要是我跟郭伦亚 合作很多次了 从新术啊 离婚女士 很多年前就认识 像哥哥一样 那找过来的时候 他说演杨秋 杨秋在戏里 跟这个司马懿 是一生的对手 在他的心里 我知道他认为 这个角色是很重的 所以压力非常大 很怕给他玩不成好 任务 谢谢天连 然后就是 芝西 芝西这个角色是 三国第一美人 对啊 然后这题目也出得挺好的 说让你在他们三个当中 选择一个夫君 你会选择谁 干嘛在他们三个中间 就在咱们这一堆人里边 是这样 那就在这边 这四个人 不是这四个 你看这位置正好在中间 还要说话 对 好 我觉得我会选曹操吧 我倒是在月光宝盒里演过曹操 那个月光宝盒装的夏年 我倒演过曹操 为什么选择曹操 对呀 因为我很欣赏他 而且我觉得他很霸气 对 简单啊 对 这有爸爸的气质 对 因为历史里可能也是 因为曹操确实对真服 稍微有点不好 荷北兄说了什么 曹操是有真爱的 他的真爱是郭照 对 他不喜欢真服 发现真服的时候 其实是我跟曹操一块去的 但进那个月亮门的时候 他比我早进了一步 你看腿长就有好处 要不都耽误了腿上了 好 谢谢芷希 谢谢 谢谢芷希 然后锦松老师 演了好多戏了 当然了 锦松老师比我 比电视上看着更加销售 以后买个好电视 好嘞 我身上反映出来了 那个电视剧组的火石质量 不是很好 吃的不好 对 火石标准很低 锦松老师这次的这个角色 是 寻遇 对 寻遇 在这 在后边那一块板 寻遇 如果用一个词 形容寻遇这个人 会用什么词呢 寻找喜遇 哦 那是另外一部剧 线下播出 写寻遇的诗有很多 我记得有一句 叫风洞令军香 它是 对 你看 风洞令军香 有自身的观众 他是一个品格很高的人 这是我在 我从小喜欢三国这本书 里面行行色色的人物 我是比较喜欢他这个人物 就是他的这个品性 他的这种坚持 这一次也是 非常的有缘 然后我能演到我自己喜欢的 我自己理想中的这个人物 这是挺高兴的一件事 就是太短了 就是太短了 太短了 我实际就有色了 我色那么早干嘛 然后我们一开始 所有给年轻演员看的戏 都是靳松老师的戏 一进组 先说 你们先去看看靳松老师的戏吧 对 压力太大了 太欺负人了 这个组 好 谢谢靳松老师 谢谢 张鹤老师 张鹤老师 这个角色是 曹植 我老太 曹植这个角色 其实最难演 因为 曹珍 是曹珍 曹珍 曹珍 曹珍这个角色比曹植还难演 你还有个准吗 那你是怎么演的呢 我是按照曹植那样演的 你们换人吧 太好了 跟我们说说吧 拍戏的过程当中 对 其实拍军师是一个特别 从没经历过的这么一个过程 因为刚才好像有位女士说了 我们拍了一个春夏秋冬这么一个戏 所以现在突然回想起来 还有一个词印象特别深刻 就是酸爽 因为我们正直言下的时候 我们的衣服非常非常厚 天天基本上我们这些演员都是在 被水泡着的状态当中在演戏 所以说印象非常深刻 也非常感谢这次波哥能让我参入到这么好的一个团队当中 来诠释曹珍 我记得当中 有一次波哥好像是对有一场戏 他来司马懿二十年没有去过曹珍府 有一次来了 就这场戏我们到现场之后 波哥有想法 有想法之后我们就停下 停下一直在商量这个事 不知道波哥还记不记得 我印象很深刻 那天是晚上七点多 我们十一点多到现场了 七点多才开始拍第一个镜头 然后那天晚上波哥是拍了一个通宵 我们都拍了一个通宵 波哥还比我们晚走 我们还早收 那天突然之间我跟刘花在这 有一个当中要有休息的时间 波哥就过来站这 哎 你俩知道那个素孝 究竟今天晚上怎么吃吗 我俩就吓了一跳 我说哥你怎么了 他说没事没事 我就是问问 所以说真的是我们那戏辛苦 包括对创作上的这个较真的这个进 这个认真是让我到这个团队当中 特别美好的一个经历 非常感恩 谢谢 谢谢 扮演郭佳的 那不是 我觉得刚才那个忽略了一点 真的 其实我们在这边拍戏的时候 就很冷你知道吗 就是在现场太冷 尤其是内景 穿的多厚 戴着那种假的毛领子都没事 一点事都没 为什么 因为恒电有装了50台空调 在棚里面 另外一个棚装了80台空调 我真的觉得那时候 你是在一个空调仓库拍的 对 因为那个时候 那时候我得穿着包 那大夏天最热的时候 我们组里 我们的总制片人 为我们所有的演员 在棚里面安装了空调 非常非常的 我觉得那个时候 整个恒电所有人最羡慕的 就是军事联盟剧组 我一看 怎么人家这还有空调的 在那里面 你这让人家没有安空调的 怎么办 因为我是演员 就是我知道演员 他在某种状态下 他基本就不能演戏了 然后 然后 这就是空调的厂家 贊助商 对 名字一会儿再报 空调名字一会儿再报 因为剧组 其实 那天我还发了个朋友圈 我记得特别清楚 我说 因为我说我们的总制片人 给装了空调 我说突然觉得剧组有了 人情味 我说真的是特别感动 就是那种 你知道他 时时刻刻在 替别人着想 不管是你们的饮食 起居 住宿 甚至是工作环境 我觉得 就是大家那股心里的那股劲儿 就觉得 一定得把这戏拍好 真的 你在那拍了 这个戏 拍了三百多天 整个这个过程当中 冰冰还好吗 有我呢 长期剧组 终于这个最后的这位呢 有来探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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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最后这位是真正的曹家人 对 曹磊 但是扮演的是郭佳 扮演的却是郭佳 郭佳 对 好 没事了 来来来 郭佳是极聪明的人 郭佳郭奉孝 对 首先 我跟波哥也是刚毕业就跟波哥在一起拍戏 一别十年 我在组里的时候接到波哥的电话真的很兴奋 然后说很直接 曹磊 我现在下面要拍军事联盟 你愿不愿意过来演国家 一晚没睡着觉 因为国家我知道在历史上在曹操身边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鬼才军师 如果国家不是英年早逝的话 我想三国往后的历史可能一定会改写 所以在这儿 我今天才知道波哥军事联盟里面所有的演员都是波哥亲自一个一个打电话请来的 我觉得总的制片人波哥心里面的这份格局 我觉得我感谢波哥 曹磊说得好 感恩 所以作为一个英年早逝的角色 你演到第五集了吗 我演到了第八集 那不错 不错了 已经很不错了 第八集出场 第八集死是吧 我们这戏里有一句常说的话 别把我放在火上烤 好 那这就是我们曹家的全部阵容 来 谢谢各位老师 谢谢各位 台下就坐 请就坐 谢谢 然后要请司马家的了 对 等他们安静一点 对 话筒 换一个好话筒 有没有 好 那接下来 我就请一下我司马家的 首先我要请我的夫人张春华 夫人你先别上来 那个我按照我每天去剧组进场时候的状态 我跟他一起走上来 大家可以看 哎呦 哎呦 嗯 来 让我们一起 西洋红啊 嘿 对 其实每天呢 因为我那个戏啊 我们戏演的后来我们俩越来越老 嗯 我们就每天互相搀扶着往现场走 天天这样啊 对 每天都是我搀着他 对对对对对 没有他怕摔倒 这点好意给扫起了 来把这个话动声音 对 咱们继续请 好 来那接下来请我的弟弟 王东 司马福的扮演长 王东 司马福的扮演长 大帅哥 来来来来 欢迎 快来 快来吧 一会儿我们再讲我们的故事 慢慢来啊 好 接下来 我要请上这个扮演司马仪的 这个老仆人的角色 来喜 来喜 有请 水热了 来喜 过这儿 来喜 剧中的名字叫猴吉 因为当年是猴年拍的 猴吉 好 接下来呢 这个请出我的两个儿子 这么鲜的呢 瑶瑶和剑刺 分别饰演司马仪和司马昭 还把两个 谭剑四 肖顺瑶 他们长大了也就没我什么事了 来来来 来来 来 你看 一看就是我生出来的儿子 那是品种不一样 确实这两个还真是你生出来的 对 各领各的帅 对对对 然后呢这个呢 剩下这个我不是特想请 怎么呢 对我刚才想给他归的那边去 后来一想他确实还算是这边的 有请吉布的 扮演者 来 思雨 有请 欢迎回来 来 您请 我们一会儿再讲述 吉布的扮演者 一会儿再讲述他跟我太太的关系 没事 这个吉布的 值得期待 对 好 是不是都上来了 齐了吗 齐了 好 好 这个 得您给我们介绍啊 一次来个说一说 我见过他以前 我好像恒电拍戏也见过他 是是是 这个 莱喜儿啊 这个我们俩相识呢 在于那个 马向阳 马向阳下想记的这个时候 他演我 也是演我边上的一个会计 然后这个 我就哎呀 我就想他 我那时候跟导演 我们同一个导演 张永新导演 导演的马向阳下想记 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啊 因为那个戏呢 他讲述的是农村的生活 有的时候喜剧素材呢 有些匮乏 一到这场戏不好看的时候啊 我们就说 这场戏不好看怎么办 说把莱喜儿交来吧 他就是这么一个演员 哟 然后他这个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 我们那个 马向阳那个 那个财务箱里 有了六百块钱 然后给了这个会计 就六张纸 他没数六张的时候 哭一遍 没数六张哭一遍 因为就数六张钱 我都做不到 我就问莱喜儿 我说你这是真哭假哭 他说我真哭啊 哥哥 我当时觉得 对的演员了不得 然后我就说 我接下来拍戏 你最好能都来 然后我跟他说 我说我要拍一个 这个军事联盟 他说 那你把剧本给我看看 他回去了 认真看了一下剧本 然后第二天给我打电话 说哥 我把剧本都看了 你看我是演曹批呢 还是演曹直 你就给他拉黑了 对 然后我说 我说这都不行 我说咱们再重新设计一个 他那次哭的是最感动的 哭了六天 他最后演的是司马家的一个大管家 是吗 对对对 猴急 有没有司马家的料给我们报一个 我先报料 我以为应该留 没事 我先报个料 我们先看最好看的 我首先特别感谢秀博哥 感谢所有投资方 感谢导演 感谢所有人 秀博哥刚才说了 原来并没有我这个角色 我确实说 我说哥你看我演哪个合适 这个我感觉 后来这个秀博哥也说了 说接我这个电话以后 在那边停顿了三秒 咽了口唾沫 说我还是给你量身定做一个 所以说呢 我真的很感谢 我来你一句 他是想咽了口唾沫 是想脆口唾沫 因为那个哥的心脏 可能脆不过来 开玩笑 开玩笑 这个我特别感恩 感谢秀博哥 这个戏呢 我从开机的第一天 一直经历了333天 经历了很多 这个要爆料的话 我算爆一个 秀博哥跟导演的料吧 好吧 俩男的 这个不用 没关系的 过吧 俩男的没有这么听的 有什么料 您继续 您继续 这个刚才 这个有两个料 我觉得秀博哥呢 第一个 他有两个身份 第一个是总监制 总制片人 然后呢 我记得有一天夜里两点多了 这个 涛姐还在那坐着 我们所有人在那坐着 有一场戏呢 大家商量来商量去 觉得方案还是不太合适 后来 其实那一天呢 我记得 在现场有五六百人左右 这个 秀博哥说 咱们既然没想好的话 就把头套卸了 再 改日再拍 我就悄悄地跟哥说 我说 这样的话 这个成本 是不是会越来越高啊 你作为制片人 他说 这个要拍出好戏 肯定是要磨的 然后我们俩就出去 出了门以后 秀博哥转身回来 还跟导演说 导演咱们不着急 什么时候想好了再拍 这个请他来是对的 兼剧组的会计 那是 里边鼠肥一边哭 是 另外一个呢 秀博哥呢 我觉得我跟他的关系 第一个是一辈子的好哥哥 另外一诗一诱 他教会了我很多 这个表演 行了 行了 该主母说了 来来来来 就抱在这吧 就抱在这吧 这不是爆料 对 涛哥演的是 春晓太岁 司马仪的媳妇 其实在影视剧作品 包括舞台剧上 很少有人提到这个人物 但是我没看你们的戏 我知道历史上 这个司马仪 比如说有一段时间 曹子找了去干活 他不爱去 假装有病 我身体动不了 跟月儿的晒太阳 有天晒晒太阳 下了雨了 亮个书 有这段吗 有这个是吧 那这个故事好看了 然后就是他看书 要被雨淋湿 起身去拿书 被丫鬟发现了 那个丫鬟 就唯一一个知情人 就是被他太太做掉的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处理的 就把他干掉 那就对了 这还用想吗 那就对了 干得好 必须干 你看后面 他还拿着刀呢 是一个有武器的 这么一个角色 是吗 对 我觉得其实他就是一个 感觉像游泳无谋的汉妇 就是谁都别来招我 更别来招我们家 对 稍微再温柔一点 就是汉妇了 他就是个汉妇 就是随时随地 有人来我们家 我都是第一个出去挡的 然后 在我们夫妻之间 其实是有很多 很有趣味性的戏 就是可能别人觉得说 你是一个特别厉害的女人 但其实 在很多夫妻戏里呢 其实反而是 很有情调的一个 一个夫妻关系 这个戏有没有感情戏 各种 比如说 起床之前的戏有没有 我们有床戏 有床戏 这就值得期待 这个 刘涛扮演的 这个 春晓太岁张真华 其实 在戏里看 其实我一直觉得 我们这个戏啊 从很大一部分 程度上来讲 是个家庭戏 是个家庭戏 两个家庭的戏 这个 刘涛扮演的张真华 是我们整个 司马家的主星国 其实我 跟他在一块演戏的时候 总有一种 感觉 母子的感觉 您真客气 不是 就是听他的 这也是没得懂 夫人的气 一定要有这样的 听他 我记得 我记得 你拍戏的时候 咱们正好是那个 喜剧总动员的时候 对对对 每天就这儿完事 我得赶紧走 凌晨三点 我得上机场 可怜极了就那会儿啊 天天地在现场 还哭 是是是 他非常的辛苦 他这么辛苦 他在这一年的拍摄中 不思辛劳的拍戏 还教会了我喝酒 我问你一个事 这个 好多人缠着 秀波哥喝酒 然后他实在喝不了了 还要跟你视频一下 你拿这个 微信视频 就已经喝倒了一圈 人是你干的吗 不是是这样的 说来听听 因为军事联盟 要杀青的那一天 大家特别的感动 然后所有的演员 就在秀波的房间里面 然后都很 就痛哭流涕 他说不 这个时候我要找我的夫人 那时候凌晨两点多钟 然后他就微信 我在想什么事 这么着急 特别兴奋吧 对 然后微信视频 说涛哥你看 然后一溜 哇塞 就好多好多的人 说我们必须要跟你喝一杯 我说这什么情况 两点多钟 我让你等一下 然后结果我说 那我去找一瓶酒开 结果我一开 就是你想 这就是视频杀青叶 就大家痛哭流涕的那个感受 他跟我说的时候 这是满脸的感恩 尤其有一句话 我记得特别清楚 涛哥就穿个吊带啊 涛 涛 涛 我没有说这话 你肯定说了 我没有 是不是 是的 我没有 那到底是穿了吊带 还是没穿吊带 北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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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确实从那天起 开始在我们这个圈子里 开始流行开来 用视频干 视频干酒吧 对对对 就是特别感动 因为这个戏太不容易了 没有一个戏说 就像刚才来喜说的 就是 大家全部都准备好了 说还能想到更好的方案 我们就不拍了 所以哪有说 一部戏拍一年的 拍一个电影 也不会这么的奢侈的 去做这么一件事情 精益求精啊 对 所以杀青的时候是 大家都特别感动 想抱头痛哭的时候 结果他就想到我了 你看看 我确实跟涛是因为 特别奇妙的缘分结缘 我曾经也是在一个典礼上 这个去跟涛一块颁奖 然后我们俩说 我们俩应该演一部戏 我说是 我说你还能演古装的吗 他那个时候因为演古装戏 已经火变天下了 他说古装也行 然后我们就拍了这部戏 特别特别开心 真好 真开心 刚才我特别留意一下 提到他的时候 思雨是吧 对对对 是不是在你们之间 对对对 我们来讲讲你的角色 爱听这种故事 我这角色 我这角色其实有点尴尬 就是刚才喜哥说爆料 然后说家里边的这些事 然后说问到我跟张春华的这个情感 然后张春华是 是司马一的夫人 然后问我自己跟张春华的这个关系 有多亲密 哥 你说我咋说呀 喜哥你是不是刚才手爆了点啥 这个我介绍一下 咱们这个戏里呢 给张春华有一条情感线 那么这条情感线呢 它贯穿于司马家和曹氏家族 两个家族之间 它同时既是我们家的最好的朋友 夫妻之间的最好的朋友 同时呢 他也是这个 这个大卫孝氏府的这个主管 所以他这个既有管理我们的职权 同时又跟我们家关系不错 其实这个好到什么程度呢 这个我们先留个悬念吧 让戏里到时候大家再看 他究竟跟涛姐好到什么程度 让我们期待一下 对对对 然后这三位呢 是俩儿子一个兄弟了 是是是 我们先从叔叔开始说吧 我们长 司马家是哥八个 对 司马八达 司马八达 您是几达 我三 他老三 对对对 书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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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郭老师你还有什么问题 没事了 你说快快说两句 跟我们聊一聊 对那个 我觉得 就是说别人叫那个波哥 这我得叫老师 真是要叫老师 因为我在这部系列成长 远比我在之前所有的时间成长得速度更快 然后我真想跟你说 我跟你对系真的非常非常紧张 你知道一个学生对着一个老师 交作业是什么感觉 那就是我现场没有安排好 下次我改 我简单的介绍一下王东 因为当时呢 要找司马懿的兄弟 然后就想找一个像的 然后我看网上好多人都说他能取代我 然后我说快把这个取代我的人找来 这个真不敢 如果说到这事 我真是非常激动 特别激动 因为那天我在另外一个组在拍戏 还没杀青呢 突然间有一个打电话给我 就是张金 张金总打电话给我说 那个王东老师 那个吴秀波老师 有一部戏想找你参加 我说这啥 什么意思 你是谁啊 我是这部戏的总制片人 我以为就是江湖骗子 传说当中的诈骗电话 太像了 这个套路太像了 紧接着说 我跟你说 要不我们把那个 我把吴秀波老师的那个微信推给你 晚上我们一起开个会聊一下 我说好啊 然后那个等到晚上12点的时候 依然没有电话 也没有微信 然后就是刘涛 断着酒杯的视频就来了 等到那个12点半的时候 第一个微信发过来 说那个王东老师你好 我是吴秀波 天哪好激动啊 这是我偶像发给我的第一条微信 然后我太太跟我说 你小心点听 这是不是声优 是不是个骗子 对哦 他来了以后我就后悔 我应该找他演喜剧 他刚才说这段话 他浑身都在动 对对对 因为现在我站在这儿比较紧张 我还没有放松地去说这件事情 如果说得更松一点 会更有意思 等一下一次 那个有机会说 可以请我上台做助演 小时间一块松 一块松 对吧 又松又好 后面就是两位公子了 是吧 司马昭 司马师 大家好 我是司马师的扮演者 萧顺瑶 萧顺瑶 大家好 我叫谭天赐 我在戏里扮演的是司马懿的次子 司马昭 司马昭之心 路人皆知 对对对 其实今天在台上 我觉得我们至少只有两个字说 就是谢谢 因为对于年轻演员来说 博叔能给我们这么大的一个机会 让我们敢于让我们去出演这个角色 我觉得已经是荣幸之志 而且在拍戏过程当中 戏里面的爹 在戏外 他也不断地去帮助我们 更准确地实演这个角色 当然还有我们的张导 一遍一遍地帮我们去抠戏 帮我们去更准确地去演一个角色 所以我有些紧张 还第一次这么紧张 就是很荣幸能够参与这样一个作品 也希望我在以后的表演道路上 能够不让前辈们失望 我继续努力 谢谢 好加油 谢谢瑶瑶 来 其实我也是 其实这算是我人生的第一部电视剧 然后刚拿到角色的时候 其实真的压力很大 然后我有提前了一个月到横店 到剧组 然后每天跟着大部队出发去看前辈们老师演戏 所以我跟瑶瑶也是一样 特别感谢吴老师给了我这个机会 然后也感谢导演在每一场戏 对我们的雕琢 然后也感谢每一位前辈演员老师 对我们的教导 谢谢 谢谢 对 因为他们俩 这个当时在找演员的时候 找了很多的演员 但是总是看起来不像哥俩 然后别人就给我推荐了他们俩 然后他们俩来呢 正好赶上中午 我说你先吃饭吧 他们就在我们那个办公室吃饭 然后两个人吃饭 一块坐在那儿 我从侧面看过去这两个孩子 就是连吃饭的节奏啊 举止交流 完完全全是像一对兄弟 就让我特别奇怪 然后吃完饭以后呢 我给他们俩一人一篇台词 我说你把台词念一下 他们把台词念完 我就定了 我说就这样了 然后他们头几天拍戏 我都不敢去现场去看 因为其实可能 瑶瑶还有过拍戏的经验 见识没拍过戏 所以我生怕我挑错了人 但后来现场这个导演传来喜讯 说俩孩子跳的都特别好 我是最开心的 挺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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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谢谢各位司马家的这个前辈 来来 请坐 有两位演员没到现场 他这个戏有点小毛病 就是那个养手云衰 男的太多 女的太少 其实可能是因为 说请您来主持 所以没让所有的女演员到场 不过没关系 那我就放心了 有VCR 有VCR是吗 来参观一下 哈喽大家好 我是张军宁 我知道大军师司马义制军事联盟 今天在北京举行最盛大的记者会 然后真的很遗憾 因为自己有工作在身 所以没有办法一起去跟大家共襄盛举 但是我相信今天一定会非常圆满成功的 然后也希望收视长红 祝贺大家 但是老爷 其实我今天不来是有原因的 因为夫人在场 我百灵云只好让入 所以我是不去跟夫人你抢的 有没有很贴心 老爷要去想我 且 绝对不会不如期的 拜拜 多实在 句句实话 对 只有这一段吗 还有一个呀 大家好 我是唐一新 是大军师司马懿 制军事联盟中 郭兆的扮演者 我现在是在一个很远的地方 拍摄真人秀 所以非常遗憾 没有办法到达发布会的现场 大家都知道 我们这部戏是经历了春夏秋冬将近一年的拍摄时间 尽管时间很长 但是据我了解 我们参与这部戏的每一个演员 在自己的戏份杀青之后 都非常想要再回去继续拍摄的冲动 所以我们大家真的是发自内心的非常享受整部戏的拍摄氛围 所以与其说我们这部戏是一部剧制 不如说我们这部戏是一个从大到故事情节 小到一个杯子都非常有诚意的作品 那对我来说也是一样 第一次挑战一个不管是从年龄还是到情感跨度这样大的角色 对我来说现在是有点紧张也很期待 然后也希望观众朋友们能够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唐一新 好了 在这里呢就祝福我们的发布会能够圆满的成功 锁定优酷视频 好 谢谢我们两位女演员 他们在一起拍了一年戏 默契程度怎么样呢 这个我们主办方搞了个小游戏 测试一下 游戏好多人都会玩 叫谁是卧底 然后分两组来进行 第一组是李晨 刘涛 肖顺瑶 来喜 王进松 张鹤 曹磊 来来请到台上来 请各位到台上来 来李小姐 好 这几位往台上 这个我能让马东踢我吗 他踢不了你 什么我怎么 那你教我 你教我 我不害你 你放心 我绝对不害你了 你放心有我呢 没事 对 你不会死在他手里 你会死在我手里 他们七位往这一站 你看这里面卧底已经清晰了 就是靳松老师和莱喜 好游戏结束了 谢谢 太简单了 那应该怎么弄呢 来来来 李小姐 我们有东西拿上来 来来来 这我得真替你说两句 这什么 真的 因为刘涛真的没有办法玩 谁是卧底这个游戏 马上就会露馅的 谁是卧底到底在前面 我现在在后面 你们谁都不知道是什么 然后你会看到的 我看你那是什么 就每人都会看到一个名字 看到一个名字 然后自己要用一句话去描述出自己的这个名字 但是又要互相猜 然后你们在投票 对 对 你们这里边你们是有两卧底五个平民 两个卧底五个平民 你明白吗 就是你看 我先给他讲一下规则 我知道 不是 我知道 我想说的是 我是要让人家知道 我到底这个名字是真实的还是假的 是这样 又要让他们知道 又不能说的太明显 因为你说的太明显 那个卧底就猜出来了 你有点太单纯了 你知道吗 行 怎么都行 怎么都好 来吧 每人一句话 来 先从这边开始好不好 来 先从您开始 我看看你 我看你 我看看你 一共投票三轮 好 财貌双全 财貌双全 他是坏人还是好人 财貌双全 李诚你不要跟他聊天了 他听不明白 我还再给他讲最后一次 这个人什么手里拿的这个名字 对了 好了 手里拿的这个 是信息 你懂吗 他不好也不坏 但是他是个信息 我跟你讲 本来他是明白的 你知道就是我跟他录节目的时候啊 我得跟他说一个小时 我告诉你啊 刚才这个 我我我看看 我看看你那是什么 我看你不看一眼 我又不参加游戏 打开打开打开 哦 我瞧眼 嗯 没你给他看没用 他不认字 没事 没事 不碍事 不碍事 好 来 财貌双全 财貌双全 第一位已经说了 来第二位 来 郭佳说 我缩小一下范围吧 在台上 在台上 哎呦喂 就是我跟马东 对 俩我 冰雪聪明 冰雪聪明 嗯 财貌双全 在台上冰雪聪明 就是咱俩呀 对呀 就是我们俩啊 这都不用说了 一个冰一个雪嘛 对对 我要再说就直接接着底了 在右边 那就是你了 我现在暴露了我啊 在右边啊 来 来 一直在司马懿身边 非常非常地受粉丝的喜爱 对吗 谁呀 到底了 他没来 他没来可以吗 在舞台上 在台上他没来 冰雪聪明 冰雪聪明 受粉丝喜爱 财智双全 在司马懿身边 他没来 咱们玩的是一个游戏吗 是一个游戏 这是一个灵异的游戏 基本这个游戏就已经赢了 就已经结束了 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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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轮投票 这样啊 从刘涛开始 刘涛是一号二号三号四号五号六号 他在问我 七号 怎么玩 对 都快结束了 游戏已经结束了 刘涛开始 一号 李晨二号 然后三四五六七 你们认为谁是 用手比出 同时比出来 对 这个投票 你觉得谁是卧底 出了意思吧 来 先投第一个 我们数一二三啊 你觉得应该把谁出局 来 一二三 投票 别投我 别投我 谁 不是 是比过数 不是比过谁 对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不是在右边吗 要不咱玩点别的吧 真是 我实在跟这几个人 玩一个手能算得过来的 好不好 来来来来 没事 来 你预备 三二一 投票 都选一号 对 就选你 郭德纲 离场 我走吧 你一号吗 不是 我跟他玩不了一块去啊 这个 那就那就刘涛先 你要站到那个德纲 登高儿那边 好 三轮一步 好好好 还一轮啊 来 再说 再说 继续 这次从李承开始 从我开始啊 呃 女性 呃 粉丝特别多 特别护家 强悍 特别护家 这是有 这里有动物吗 没有吧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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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什么 强大 是吗 强悍 强悍 特别护家 刚说完汉富 嗯 描述一下 郭家同学 十分好看 叫有政治谋略 哎 这个 呃 好像是出现了不太一样了啊 对 第二轮投票 想好了啊 现在是二号到七号 二号到七号啊 四五六七 来 三二一 投票 嗯 七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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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站那边就不 来吧 嗯 游戏还继续吗 游戏还继续吗 咱们就宣布吧 要不就两个卧底是不是 啊 不对啊 宣布吧 就两个卧底 是就两个卧底吗 没错 对对 就两个卧底 就两个卧底 对对对对对 是一样的 我们就直接宣布吧 每个人先说出自己的那个什么嘞 看看结果好不好 张春华 张春华 我也是张春华 张春华 张春华 五个张春华 你们两位呢 你们俩的 举起来 我跟你讲 俩卧底全给找出来 哎呦 太准确了 还行吧 还行还行 我怀疑他们都知道答案 眼睛小聚光的这是 对 眼睛小看得很清楚 那就这轮成功了呗 谢谢你们 你说他没来就肯定漏了 因为大家都说了其实是你在右 对 然后我都 我都看着你的粉丝说 我说粉丝众多 你都不知道我说的这个意思 你说我是为什么呢 张春华 诚啊 诚 你下去吧 你坐一会儿 你别跟他费劲了 他现在还没明白这游戏呢 来 挺好 谢谢你们七位 给后面七位的那个一个示范 来请坐吧 好 快坐 快坐 后面七位本来应该会玩这个游戏的 这下会了 第二轮 吴秀波 余和伟 翟天林 谭剑刺 张芷熙 王东 陆思雨 接过他们的话筒 快来吧 玩这个需要智力吗 快来 学会 前面 他们都没有很好的隐藏自己 对 他不光是没隐藏 他们到现在可能还没明白什么意思 对 刚才看完这一轮都懂了吧 懂了 好嘞 李小姐上手卡 来 上手卡 刘涛你看一下 要是他们玩完了 你还是不懂 那真的 那肯定是不懂 肯定是不懂 为什么要懂 李诚你还给他讲 你还教他呢 你还教他 就跟你懂似的 就是啊 但第一个说肯定吃亏 对吧 来 一人拿一份 一人拿一个 不给我们答案吗 看来并不重要 还是原来那个 好嘞 我们从秀波熊主开始 还是一二三四五六七 对 一号二号 一号二号 我们从这开始说吧 英雄 英雄 来 三答 足智多谋 足智多谋 对 什么词都能说是吧 什么词 得能播出啊 骂街不行 对 小样 行 他说小样 天上飞那小样 小样 有名 哦 有名 嗯 知悉 英雄足智多谋 小样 小样 这里还有东北人跟着掺和 对 呃 文涛武略 文涛武略 嗯 武略啊 好 哎 呃 司马巴达之一 哦 司马巴达 这个很明确啊 这句话就本人画里边了 对呀 巴达之一 银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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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银忍 银忍 不是银忍 我有银忍呢啊 吓我一跳 刚说完得说能播的啊 来 再来 再来 7 投票吗 投票了 1到7啊 1到7号 3 2 等等等等 等了 我们我们 我们先 别别商量 1 2 3 4 5 6 对对是 对对对 叔叔 你认得是几 你就比我几就好了 来 3 2 1 请投票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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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6 4 3 3和4 3 3 3个是几票 3个是3票 3和4 出来PK 对 3号和4号出来PK 小样和有名PK呗 嗯 小样是这样 啊 说完了 咱们投播出之前还说得出来吗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啊 差不多 嗯 嗯 最怕跟这样的人玩游戏 你想特别多你知道 牛气 牛涛那样的玩游戏 对啊 您看看 牛气冲天 崔天琳 他牛气冲天 你 常常跟司马懿在一起 这个 好 剩下你们五位 他们俩不能投票啊 剩下你们五位 在只能在三和四里面投 只能三和四 这太明显了 这个 这谁是 来来 投票 你们五位投票啊 三 二 一 投票 三 四 都有 四 都是 四 天琳 天琳 天琳出来 出来出来上这不站着来 对 好 从从从从建策开始了 那我觉得不用继续了 下一个卧底肯定是他 那你怎么知不知道 我先把坏人投出去的 来 你都不知道 那好吧 来 来 来 那 哥你说 那我缩小范围了 我来 我来啊 他也是那种 我跟你讲 我知道你们这个戏 为什么拍一年了 真是 实在是都不着急啊 你们要都像刘涛 张李诚是俩礼拜承的 长寿 什么 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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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长寿 哎呀 你得说矮胖了 嗯 不不不 我刚才想好了 这第二组比第一组玩 人人断 嗯 你们是有多想赢啊 真的是 你们得快点 我们有饭局一会儿 哈哈哈哈 等不了太久 孝顺啊 什么 孝顺 孝顺 我听说孝顺 孝顺 这里还有郭老师 这 哎 余后卫老师 来咱们先休息一会儿 让余后卫老师想想 身体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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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仔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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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后好 嗯 呃 藏的身 藏的身 嗯 身体好藏的身 孙悦 怕老婆 但是也爱老婆 这个很明显啊 这太明显了 就是啊 狼 什么 狼 狼 回头吗 不管他回头 哈哈哈哈 好 准备投票啊 来 准备投票 三 二 一 投票 真的 修博 四马一都没你想的多 你到现在他也不顺手知道 还走 我只要投三就行了啊 PK嘛 PK啊 PK啥 四个三啊 不用PK 不用PK 四个三 来 来来来 何唯老师您 您 也没话了 也不能说了是吧 吴老师 你知不知道卧底 如果知道答案 是可以跳出来自首的 你说你知道答案了就行了 第三轮 第三轮 我知道答案了 你可以跳出来 我知道答案了 他们就全完了 我们其他人都输了 对就可以了 我知道答案 我刚才就知道答案了 他们所有的答案都是司马懿嘛 对 他应该是五线五光是吧 我是卧底啊 他肯定是卧底 而且他已经知道我们是什么了 他拿个曹操 哇 但是我赢了对吧 曹操 藏得太深了 你们是 你们是什么 我早就说他肯定不是 还有谁是卧底啊 你俩这个 是 出席一个曹操 他也曹操 对 他俩 一个就暴露了我 那我为什么说有名 所有人都推我 这个太广了 杨秀先走一步 不是 我说他曹操有名 你这个就是属于故意要掩饰 所以把范围弄得特别 太广了 但是不管怎么说 怎么了 看懂了 不信啊 再玩一局 好的 来 不信 让柳涛一个人玩一局要不 他一个人能玩一局 真的懂了 真看懂了 给你个机会 你和李神上来 你们俩上来 上来玩一局 快来快来 不玩了 没事 咱下班不玩 我跟你讲 玩也得输 真的 因为从那走到这 他就忘了 这样 不管怎么样 还是要请所有的演员 所有的制片方 要请韦东总 所有人到台上来 我们共同 我们还有 哦 有一个 哦 有个VCR是吧 游戏VCR啊 好好好 来 看一看 这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帅土之宾 莫非王臣 共无渡河 该怎样渡过这条河 这人用心深远 若主公不能收服他 这傻子 带着你 扫平叛乱 独阵 独阵 独阵之 这是 cause 可以 他的 另有次了 让我要这个 等一的 独阵 啊 你 同名游戏 同名游戏 来 我们游请 在游请游族的领导上台之前 我先代表制片方向游族表示感谢 感谢我们共同的合作 这个我就全用了我的头像 因为用任何人的头像都不合适 我说那就用完了吧 然后好 有请游族的领导 谢谢 谢谢 祝游戏大卖 游族网络副总裁 高级制作人王鹏飞 来 鹏飞总 大家好 我是游族网络的飞飞 也是军事联盟游戏的制作人 好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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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大家看到的这段视频 是我们专门是针对游戏和电视剧 做一个联动的视频 我们可以看到 刚才的视频当中 大家能感受到我们 经典的一些故事的一个还原 很有幸 我是那个吴修波老师的那个粉丝 所以说我也能参与到其中非常的有幸 我希望我们这次动用了 我们的一个过去单月流水 创作两亿的这么一个团队 来制作这么一款产品 也是希望这么一款引游联动的产品 能够在今年的游戏市场上 成为一个标杆型的产品 刚才大家看到的视频里面 其实其中有一部分 我们展示的是高度还原的这么一个思路 在做这款产品 高度还原只是我们在大量的探索 和努力中的一部分 我们认为当优秀的一个影视剧 和优秀的一个研发能力 加上强大的发行能力相结合 才有可能确保引游联动的一个成功 在这里我希望大家尽情关注 我们游戏的正式